马园祠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碧公村 是马氏后人为纪念祖先 东汉降临马园而见 清明节前后 马氏后人都会在此举行祭祖活动 走进碧公村便能看到巨大的马园像 以及身后的马园祠 杨陵马园顾理宗清会名誉会长马双正告诉记者 马园祠原有飞檐斗拱的正殿三间 正殿前东西两侧各有偏房三间 近几年 后人还在此处修建了汉福波文化博物馆 与马氏加峰加训馆 旨在以马园的勤连思想和马氏加峰加训感召后人 马双正回忆到 2005年4月清明节 时任台湾马氏宗亲总会理事长的马赫玲先生 带领台湾马氏宗亲寻根祭祖代表团 来到碧公村马园故里 拜叶马园祠 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记者在马园祠内看到 此间有古今排解20多方 分别技术先祖功德 历代修建祖词以及祭祖活动 在大殿东侧杯廊里 有一方祭祀杯 为台湾马氏宗亲所理 我们现在说出的这个位置 就是2005年马赫玲族长率台湾马氏宗亲 当时还有马来西亚台国新加坡总体会来 比公村池填为贴族庆祝祖 之后他们把比公村整理好以后 由我们比公村为台湾马氏宗亲 离比 马顺槐称 马园祠祭祖项目2018年 入选陕西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同年第十届世界马氏宗亲 肯亲大会在此举行 在此后的数年间 马园祠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马氏宗亲 前来祭祖寻根